作為科技公司需要大量資金支持 除了研發進度之外 我覺得最大是資金壓力 我們喝了頭膽湯 政府做了創新 將科技公司重要資產專利做為底壓 完成了一個深港跨境的融資 我叫何耀威 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們公司是做無創檢測血糖技術 其實它是用在遠程醫療上 去做一個遠程監控和數據收集 2012年我覺得做工廠的無理率已經去到很低 所以我覺得沒有發展空間 我就決心做轉型 我當時認為無創檢測血糖技術 是未來一個封口 我們用光學的方法 去將普羅唐相關的訊號提取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血糖和光學有關的數據庫 然後我們才可以做下一步去計算 它才可以完成到無創檢測血糖的技術 13年我決定做這個項目之後 15年底因為我們的技術有基礎 有一個初步成果 我需要轉發 轉發我們首選深圳 來到之後 亦都發現原來裡面的融資環境 是比香港會好些 香港其實資金不是缺的 香港是做一些後期的項目資金 但是在深圳這個地方 其實很多初創企業都可以有機會募資 做科技公司其實需要大量資金支持 整個過程令到我感到最大壓力 除了是研發進度之外 我覺得最大是資金壓力 融資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這麼暢順 我們也通過了創新工場 和政府幫忙做一個反應 我記得在2023年2月14日 政府做了創新 它就將我們這些科技公司 重要資產專利 做為一個抵押 完成了一個深港跨境的融資 幫助我們解決資金上的問題 我們其實是喝了個頭膽湯 首間拿了用資產權做抵押 然後拿到一個跨境融資貸款的公司 其實這個創新開始之後 其實就變成一個樣板 這個樣板可以幫助很多 在香港、澳門、青年創業家 可以來到這邊 有一個多個渠道 去解決資金上的問題 大間區、在河道創業 真的有很多機遇 就算科技公司是難 但是只要我們用心去做這件事 總會有轉機 所以我們對未來是充滿了信心